財經即時通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盈盈 哈囉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Ryo 政府即將在明年1月推出5G的政策 那投資朋友應該如何看待呢 Ryo 好的 當然政府也開始重視到5G這一塊 所以才開始準備要推出5G的政策 那我們可以從國際上的貿易戰 然後再到華為事件 從貿易戰演變到5G爭霸戰 所以讓5G的角力整個檯面化 所以政府他看到這一塊 當然在這個地方 他也要提出一些相關的一些政策 甚至於說協助這些業者 建立一個5G實驗的相關的平台 那甚至提供一些相關的技術 給這個業者 那預估在2020年 我們的政府將會釋出5G的頻譜 還有一些我們重要的法規 在明年都即將要提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部分 那你看我們政府現在最新提出來 在今年1月份 那即將會生效 就是說5G的投資相關的設備 那還有包含一些智慧機械 將可以抵稅 那最主要目的是為什麼呢 就是吸引台商回流 那吸引台商回台灣做一個投資 那你投資的部分可以減稅 那這個金額呢 是在100萬以上 10億以下 那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可以一次避免這個引所稅 5% 或者是你要選擇分3年 那每年減3% 那5G設備的部分 那他適用期比較長到2022年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我們看到現在是12月嘛 12月中快12月底了 那在明年的1月份 其實全球有三大的消費性電子展 對 其中在1月份 在1月8號到1月11號 就是美國的CES消費性電子大展 即將在Las Vegas就舉辦 那你看這個規模非常非常龐大 你看預計高是155國家 那你看4500家廠商 這個廠商參與的加速非常多 可是你看他重點在哪裡 是在5G跟AI的相關的一些科技業裡面 所以這個大展 他就預告明年整年度 整個科技業的一個風向 所以你看他的主題 不外乎機器人 自駕車物聯網 虛擬實境 ARVR 包含車用的消費性電子 包含像無人機等等 這個都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商機 來我們看一下 那台灣呢 台灣在這個地方但不能缺席嘛 你看我們台灣有這麼龐大 上中下游整合的一個供應鏈 包含從這個電信商 然後微型基地台 包含像這個晶片網通設備 交換器伺服器嘛 那包含像這個印刷電路板 手機廠 他是一個上中下游 就是非常非常布局完善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5G相關供應鏈 在這個地方是絕對不能缺席的 而且也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大部分 所以我們 那至於我們這個5大電信商 其實台灣這5大電信商 他們對5G的看法是如何呢 其實有點讓大家意外的是 他們看的比較保守 為什麼 因為這個5大電信商 他們是5G投資的一個主要投資者 因為他必須要布建基地台 他必須要大量的這個基礎設施的一個投資 那基本上他投資之後 他要回收 可是重點是 你看我們現在4G上網吃到飽 是不是很便宜 對 像擺地攤貨 他們自己形容 像擺地攤貨 所以他是一個紅海 那已經殺價殺到這個血流沉海 不是血流沉河 是血流沉海 所以你看過去每一戶 這個4G的平均的服務收入 對他們而言 在第二期這樣子平均看起來 一戶是555元 比過去兩年已經下滑了32% 那跌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圖面上的右下角 你看我不要講哪家電信業者 你看99元不可能的99元上網吃到飽 什麼重磅88有沒有 從以前的這個799 然後699到599 499 然後有沒有到現在的1188 甚至於99 88 那當然這個電信業者賺不到錢 你要他大量的投資 他當然會怕 因為這個5G的基地台 是過去4G的2倍到5倍以上 他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來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所以這五大電信業者 他們當然是各有盤算 因為你要投資要有錢 錢從哪裡來 4G還沒有大量的賺到錢 那你用4G的帳單 你要養5G是不容易的 而且5G的初期 這個費率如果調很高 那使用的人少也很難支撐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就是強調 你5G不應該再去推吃到飽 甚至於他們用這個來向政府要求說 你5G平坡的這個標金 所以你要下降 那跨平埔的使用費也要調價 這樣子他們才會 就是比較能夠賺到錢 那甚至於說呼籲這個5G的執照 那使用年限要拉長 從15拉到20年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初期 初期因為你知道那個建制成本很高 對 所以建制成本很高的情況之下 就有些業者他提出好啊 那我們就一起來蓋好了 就是共品共網 可是像這個中華電信老大哥他就反對 像遠傳他也反對 因為他的理由是萬一如果發生天災 那一棟網就全部一起斷 因為我們是共貧共網 那對他而言 他覺得說這是一個風險 再來是大家全部都用同一條網路 那品質沒有辦法差異化 就會影響市場的一個競爭 那至於台灣大跟亞太電信 那亞太電信比較小 當然他就是支持要平譜共建 共享共建 那基地台大家都一起努力 所以基本上這個業者是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那初期 當然這個投資這麼大情況之下 大家會擔心 所以其實初期平譜共建共享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可行的一個方案 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當然你看這個台灣的商機 台灣的商機到底在哪裡 你看美國 美國的這個威訊 Verizon 跟這個AT&T 其實在今年的年底 已經開始做一個5G的商轉 那我們看 因為有這個高通 率先全世界來做一個S855的晶片 所以已經開始搶佔這個手機市場了 那聯發科 聯發科是我們台灣之光 那2019年底 他就會投片 2020年也會正式做個量產 所以相關的主流族群 在這個裡面 他會輪流漲 有沒有 所以這個5G的相關個股 他會輪流創新高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把焦點全部都鎖定在這個族群就可以了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這個參考囉 是 謝謝Lio的分析 更多最新盤中即時消息 歡迎加入Lio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帳號搜尋小小數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就加入好友囉 那財經其實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